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我們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25日在一份聲明中說 伊朗國防和武裝部隊後勤部MODAFL 和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 自從2020年以來利用一個龐大的影子銀行網絡 非法進入國際金融體系 並處理了相當於幾十億美元的資金 這兩個部門都已經列入美國的制裁名單 《財政部》25日宣布 對橫跨香港、阿聯酋和馬兆爾群島等地 接近50家公司機構和個人進行制裁 原因是他們一直做伊朗軍方的龐大影子銀行網絡 為幾十億美元的石油收益 和其他非法收入洗黑錢 美國《財政部》說 這些公司機構和個人自從2020年以來 一直參與與伊朗石油和石化產品的銷售 通過該網絡幫助伊朗國防和武裝部隊 後勤部 以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進入國際金融體系 非法交易幾十億美元 例如被列入制裁名單的有 伊朗土耳其貨幣兌換商人納吉比 以及它控制的 位於香港、阿聯酋和馬兆爾群島的 27家分支機構 以及一家總部設在德克蘭的貨幣兌換公司 伊朗國防和武裝部隊後勤部 負責伊朗所有的國防工業開發、 生產、雜資和後勤工作 後勤部的子公司 生產先進的常規武器 包括彈道導彈和無人機 這些武器 供應給包括伊斯蘭革命衛隊 在內的伊朗軍隊使用 或者出口到俄羅斯等國家 或者胡塞武裝等團體組織 美國財政部詳細解釋 並且描繪出伊朗影子銀行的操作流程 後勤部供應部門 利用在伊朗的兌換所 管理在香港或阿聯酋等 寬鬆司法管轄區註冊的眾多掩護公司 將非法銷售石油和石化產品的收入 洗白成為乾淨的外幣 然後伊朗軍方再通過兌換所經理夏達指令 指示這些掩護公司使用洗白之後的外匯 在國際市場採購武器組件等物資 通過這個影子銀行網絡的掩護 伊朗可以掩飾它在國內賺取的收入 這些收入被利用於一系列的軍事活動 包括採購和開發無人機等先進武器系統 這些收入還被用於武裝 和資助伊朗支持的恐怖組織 包括也門的胡塞武裝來支持他們 繼續事務忌憚地攻擊全球航運 伊朗還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 用於入侵烏克蘭 美國《財政報》指出 所有受制裁的公司機構與及個人 在美國的財產和財產權益已經被凍結 美國人不能與他們進行交易 除非有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許可或豁免 受制裁的個人 直接或間接擁有50%或以上股份的任何公司機構 也將會被凍結 美國《財政報》副部長亞德耶莫表示 我們將會繼續追查那些試圖資助伊朗 進行破壞穩定的恐怖活動的人 繼續與盟友、合作夥伴 以及全球金融業合作 提高對支持恐怖主義資金流動的警惕 美國《財政報》這輪行動 是根據修訂之後的第1、3、2、2、4 行政命令之中的反恐權力採取的 而在另一邊上 俄羅斯媒體極之混亂 哀嘆大麻煩你了 俄羅斯生意人報24日報道 中國銀行的俄羅斯分行 已經暫停與其他俄羅斯銀行的金融業務 以免受到美國與其盟友的二級制裁 據報導 中國銀行俄羅斯分行 專門從事俄羅斯和中國之間的人民幣支付 和兌換外匯業務 是中國在俄羅斯的第二大銀行子公司 截至2024年春季 它的資產值是5,924億劳報 6月12日美國財政部宣布 大幅擴大對俄羅斯的二級制裁計劃 任何同受制裁的俄羅斯公司 與機構進行交易的外國金融機構 都將被視為直接與俄羅斯軍事工業基地合作 將被踢出SWIFT 國際結算系統 俄羅斯生意人報引述金融消息人士的說話 專門從事人民幣支付的 中國銀行俄羅斯分行 已經由星期一開始 停止處理人民幣支付 據報導 中國工商銀行 中信銀行 和大多數其他中國銀行 也採取類似的措施 來回應美國實施的二級制裁 中國銀行 是中國全球資產規模 第四大銀行 也是在俄羅斯經營的 第二大中國銀行 而且擁有包括美國在內的 六十多個國家設立的幾百間海外分行 一位匿名的業內人士說 那對俄羅斯市場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 雙方貿易處理付款的時間 以及實際支付 都會產生額外的成本 而最重要的問題是 將來轉向不透明的中介機構 來處理俄羅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付款 可能增加欺詐風險 也會導致國家的控制力減弱 5月普京訪問中國之後 中俄之間建立了一個代替的商業支付渠道 新的支付方案 是利用位於中俄邊境附近的小型地區銀行 來避開美國的制裁名單 但是路透社指出 現在美國財政部正致力打擊 針對幫助俄羅斯軍方的小型銀行 非法進入國際金融體系的交易行為 中共出招試逃從經濟崩潰中脫困 特別指是陰陣子渴 中共總理李強 最近有關經濟家發言 被中共官媒封殺 外媒報導顯示 李強6月25日 在大連夏季達玉爾斯論壇上說 中國經濟經過幾年疫情衝擊 彷彿大病初遇 不能下猛藥 當前需要 顧本陪元等等 QK的是 中國國內的報導 都刪了李強這段話 只報導他摧毀中國經濟良好發展態勢 和對西方社會的評擊 陸回當中 只有農家會 跟隨外媒 在報導標題上寫明 李強說 中國經濟當前不能下猛藥 需要顧本陪元 但《格隆匯》這篇文章 很快被下架 有評論說 李強說經濟不能下猛藥 需要顧本陪元 這個意思就是說 經濟進入長期衰退 沒夠了 需要時間 問題是 中共還有時間嗎? 撐得下去嗎? 打個比方 如果是破平防島 不會有大問題 但是現在是全球第二高樓 倒下的是哀嚎遍野 或者正是 因為李強這段話 曝光中國經濟 令人絕望的程度 因此陸回不敢報 道立時評人蔡聖坤 形容 李強帝玉斯發言 是天大的笑話 蔡聖坤說 李強吹去 中國政府正借鑑中醫中的 顧本陪元理念 精準條理經濟 改善中國經濟的基礎 一個對經濟常識 經濟運行規律完全不懂的土囊中 被進入重正監護室的中國經濟 開組傳避坊 不知道與會的這些中外專家學者 包括商界大佬 有什麼敢想? 評論區有人針對李強 不能落猛藥的提問說 稅務倒查三十年 是不是猛藥? 稅務倒查三十年 是中共眼看土地財政差不住 推出來的臉財新招 連中國國內網絡上 都有人叫虎說 到陳稅叫微小企業 陷入保稅風波 老闆叫虎連天 幾乎沒有生存空間 一位老闆發貼說 自己的廠有100多人 發現2012年至2014年的發票有問題 保稅89萬人民幣 加罰金15萬 本人還被判4年社區矯正 4年內不得離開居住地 工廠受打擊 工人縮減到20多人 工廠業務來自深圳東莞 現在老闆不能離開城區 亦談不到業務 只能夠結業 從這個個案 可以看到倒查稅 對中國私企的衝擊 與此同時 中共還配套 在各地成立 警術合成作戰中心 有中國網民說 這個中心 對中國經濟就是 對中國經濟就是 確摘異議 殺雞取卵 飲淹自喝 獨立學者不做來講 警術作戰就是警察國家 對民營企業的戰時掠奪 一般人類不可能想出 警術作戰這種祖詞 意思就是出動警力 奪取財富 保黨為黨 內戰進行事 6月24日 美國國務院發表2024年人口返運報告 中共極權統治下的中國 再次被列為第三級 最差等級的國家 報告特別指出 中共當局被指控有系統感 針對特定團體實施強行活體摘取器官的犯罪 24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就國務院的年度人口返運問題報告 發表了講話 他表示 該報告對人口返運這個令人發指的行為 以及全球各國政府和利益相關者 為了打擊人口返運所做的努力 進行了最全面的評估 特別關注話題裡強調 特別是中共政府被指控有系統感 強行摘取政治犯的器官 例如在2021年 一組聯合國人權專家指出 在中國強迫摘取器官 似乎針對的是被拘留的特定族裔 語言或宗教少數群族 通常在無逮捕理由或出示逮捕令的情況下 他們被無辜扣押 扣押地點也不固定 我們對報告裡因為族裔、宗教或信仰 而受到歧視對待的情況深表關注 報告裡提到的中共當局被指控 有系統感強行摘取政治犯器官的罪行 最早在2006年 在國際社會被揭露出來 最查國際的報告 還收錄了分布在全中國器官移植行業執行者 例如41間醫院的45個醫院院長、主任、主導醫生的取證錄音 政法委、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非法組織610等官員的證據 以及部分活摘器官現場目擊者的證詞 2024年人口販運報告 還列出了有據可查的政府參與人口販賣行動的13個國家 中國也榜上有名 其他國家還包括北韓、伊朗、緬甸、俄羅斯和敘利亞等 這些國家存在國家政策或模式的人口販運 包括政府資助項目當中的販運 政府附屬醫療機構或其他部門的強迫勞動 政府營地裡的性奴役或招募、僱傭兒童兵等 美國駐華大使巴欣斯日前在《華爾街日報》專訪中 再次對中共發難 批評中共政府說一套做一套 打壓美國大使館在中國展開外交活動 並暗中煽動發美情緒 令美中關係日趨緊張 《華爾街日報》25日報導 帕欣斯公開指出中共的各種刁難 自從去年11月以來 有61次美國大使館的公開活動 受到中共國家安全部或其他政府部門的干擾 他說參加活動的中國公民 受到中共當局審問和恐嚇不讓他們參加 一些參加者甚至深夜在家被帶走問話 帕欣斯舉例說 有一次美國大使館遭用一個場地舉辦一場音樂會 但在沒有收到任何解釋的情況下 就被通知活動當日將會停電 導致音樂會無法舉行 不過該場地在前一晚舉辦了一場活動 第二晚又舉辦了一場活動 都沒有明顯的問題 白欣斯說 一個自信的政府不會是這樣的 他還提到中共政府阻留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過去兩年 參加美國資助的留學交流項目的中國公民 受到中共政府、學校和僱主施壓 但約有一半人被迫退出交流項目 總數達到幾十人 白欣斯批評中共說一套做一套 他們把口說支持恢復民間交流 實際上採取的激進行動 就令這個目標無法實現 他還批評中共政府 在國內煽動反美情緒 並對最近發生的四名美國籍大學教師 在中共被刺傷一事 尤為關注 中共有關部門說 疑犯已經被逮捕 但卻沒有發表任何和這宗事件有關的更多消息 白欣斯說 我不滿意 我們得到的有關犯罪動機的資訊 不夠充分 而在6月25日 就蘇州日本人學校校車襲擊事件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 這是偶發事件 有網友回應說 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 一個月偶發了兩次 斬了六個外國人 白欣斯表示 來到中國已經有兩年多 對中共政府揭力詆毀美國 歪曲美國的社會、歷史和政策感到擔心 白欣斯被認為是美國對華英派 他對中共發出措持強硬指責的同時 美國對中共各領域的打擊 仍然持續 為了防止數據落入北京手上 美國行政當局正在對中國移動、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三大通訊巨頭 進行調查 來確定這三家國企 是否在通過美國的雲端服務 和網絡業務獲取美國數據 然後將數據轉交給北京 在美國的新限制下 華為升騰AI晶片 被爆出增產受阻 美國陸軍在勇敢支盾24演習期間 成功使用兩枚新型精準打擊導彈 攻擊太平洋的移動目標 而這些目標更被指向中共 美國主導的2024年 《幻太平洋多國海上聯合演習》 將於6月27日開始 在美國夏威夷島嶼 及其周邊的地區舉行 這次軍演重點項目之一 是實彈擊沉一艘 4萬噸重的目標艦艇 有分析認為 這是美國同盟有威嚇中共 兩棲攻擊艦 本屆環太軍演8月1日結束 兩連一度的聯合軍事演習 將來自29個國家 和40艘水緬艦艇、3艘潛艇 14國的陸軍部隊 150多架飛機 和超過2萬5千名官兵參加 相較2020年的陣容 管界環太軍演規模更為龐大 環太軍演 由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主辦 剛剛上任不久的 美國海軍第三艦隊司令 海軍中將約翰·韋德 擔任聯合特顯隊指揮官 在演習正式舉行前 從谷智武港出發的幾個水編支隊 將在指定的地點集合 並以都國組隊的形式 航行前往夏威夷 美國卡爾文森號 航空母艦6月26日抵達珍珠港 希卡姆聯合基地 卡爾文森號航母 是這次參加環太軍演的最大艦艇 這艘航母可搭載5千名船員 和60多架飛機 擊沉航母 是環太軍演受人關注的重頭戲 也就是參與方 使用反艦武器對目標艦艇進行實彈打擊 今年環太軍演的擊沉演習目標 將是已退役的4萬噸級塔拉雅號兩棲擊沉艦 分析人士說 環太軍演今年計劃 將塔拉雅號巨型兩棲突擊艦作為擊沉目標 是為了應對中共近年來在巨型兩棲攻擊艦 和航母方面的發展 以及將這些艦艇用於台海衝突中的可能 美國軍方表示 實彈演習提供逼真的訓練 這個可以幫助夥伴國的軍隊提高規劃 溝通和執行複雜海上行動 如精準打擊和遠程打擊的能力 對於這次軍演 希望致勝記者26日採訪了 國防大學政戰學學院前院長余總基將軍 這次美國要擊沉大型塔拉雅號兩棲艦 大概是4萬噸左右 外界認為針對中國的警告意味非常明顯 那當然中共現在它可以接近4萬噸的軍艦 大概除了075 外界認為針對中國的警告意味非常明確 那當然中國現在它可以接近4萬噸的軍艦 大概除了075 兩棲攻擊艦 未來的076當然還包括它的遼寧號 和現在的山東號大概都是4萬多噸 余總基認為 美國有實力擊沉中共的兩棲攻擊艦 第一島鏈的國家 展現美國有這樣的實力 同時也高中中國 美國和第一島鏈的國家 在必要的時候 可以採取同樣的方式 擊沉中國的海上這些武力 中國要進攻台灣 它一定要兩棲登陸 它一定大量的人員 武裝部隊和武裝裝備 一定要透過它的運輸艦 好像075 兩棲攻擊艦和運輸艦 將它的武裝人員和它的裝備 要渡過台灣海峽 那麼美國現在展現就說 你這樣龐大的攻擊艦或者航母 實際上是可以在你還沒過台海之前 就可以被海上擊沉 余總基最後表示 環太軍演不僅威嚇國軍 也增加第一島鏈國家的軍事信心 這當然就是告訴中國 你要想用武力 例運輸這麼龐大的軍力 事實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也是第一個 增加說第一島鏈所有現在 現在對抗中國國家的軍事準備的信心 另外也告訴中國 千萬不要高估自己的軍事實力 因為你這些大型的艦艦 基本上在海上是很容易被擊沉的 多謝你收聽今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請就請問 如果請你們 lynch卡牌 我已經聽到 他不是說 你這麼說 你怎麼會看 對 你 你們 有